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牛阿根被害之前 一直从林乐崽 关在一个牢房里 要不我们怎么会 绕开黄塘村的人 先提审林乐崽呢 明白了 你们是要通过林乐崽 找到杀害牛阿根的血缩 牛阿根被害当天 和林乐崽关在一起 据我们调查 他从普通牢房 转到地牢这期间 也就是他中毒 不到死亡这段时间 准确地讲 只有八个人 和他有过直接接触 八个人 哪八个人 第一个就是林乐崽 然后是专门负责 看管牛阿根的两个狱卒 还有雷翠廷和我们派去的 两个牙役 还有两个 一个是大牢的郎中 和点狱长葛长天 就这八个人 这八个人当中 必定有下毒之人 准备升堂 升堂 林乐崽 本官问你话 你为何一直一言不发呀 回答本官的话 牛阿根在离开普通牢房之前 是不是已经中毒 本官再问你一次 牛阿根在离开普通牢房之前 是不是已经中毒 大人 既然他不肯照顾 那就给他用大香 来了 好 好 林乐崽 既然你不愿意回答 那我们就换个话题 林乐崽 你父亲带着你女儿 天天到涅斯衙门里来喊冤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有何冤屈 这个你总可以说了 这 退打 怎么不审了 落轿 来 张大人 请 张大人 你前来何事之有啊 武大人 我们不能准许于成龙重审荒唐村案 哦 为什么 一旦准许于成龙重审荒唐村一案 那其他案犯也会跟着要求重审 这样一来福州的监狱不就乱了吗 那些已经定了案的三千死囚该怎么办 是月底问斩 还是都等着重新再审一次 张大人 黄堂村一案是因为发生了牛丫根被毒杀事件 才准许重新审理 这跟其他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看似没有关系 但它会产生连锁反应 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如果准许于成龙重审 也许将会 引起福建全省 甚至是整个朝廷的震动 没那么严重吧 张大人 你下去吧 是 福太大人 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啊 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于成龙 他是个不见南墙不回头 见了南墙要把南墙撞倒 也不肯回头的人 一个在压的案犯 在监狱看守的眼皮底下被毒杀身亡 这样的事情 我们能置之不离吗 不不不 牛阿根被毒杀一案 一定要审 而且必须要将凶手绳制以法 还律法以公正 但黄堂村的案子 则万万不可重审 重审的后果将不堪想象啊 张大人 你是越说越糊涂啊 牛阿根和黄堂村 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重审牛阿根案 则必须牵扯到黄堂村的案子 这两个案子不是一码事吗 我们不能把这两个案子 并成一案处理吧 这 吴大人 这正是下官所担心的 您是知道的 黄堂村全村通海案 康亲王特别重视 并曾亲自审理 还特意吩咐我们 要把此案当作典型 要通过此案 起到立国威 绝通海之作用 可现在 俞成龙却要重审 这将置康亲王于何地啊 如若重审未过 那在康亲王面前 俞成龙又将被置于何地呢 康亲王领兵南下 平三番逐政经进通海 所向披靡 为朝廷立下了不适之功 但此番 若俞成龙真的为黄堂村翻了案 那罪责必将架置于康亲王 到时候 必定是朝野震动啊 对康亲王 是蒋世成 该如何决断 我们又将置皇上于何地呀 张大人所言 确实很有道理 但似乎有些多虑了 福建各级衙门 这些年在康亲王的统领下 取得了辉煌战果 世人皆知 即使黄堂村的案子 正如张大人所说 被俞成龙给翻了 我想 这点引火之师 也不会遮蔽康亲王的浩月之灰 当今的皇上雄才大略 赏罚分明 我想 也不会因此而责罚有功之臣 我担心的 反倒是黄堂村的案子 是否真的有冤情 这个案子不仅仅是这二十三户人家 这背后有可能是福州监狱那三千通海案犯 甚至是所有福建的百姓 张大人 我们为官一任 如若对此全都置之不理 那我们是在犯罪呀 我想你们都看出来了 凌勒在肚子里装着我们想要的东西 他越是不敢说 就越说明这个东西对我们越重要 既然一这么认为 那就动动行 让他快点把自己肚里的东西说出来 你以为动动行他就会说 如果动了行他还不肯说 那是他自己找死 柳金阳 这次你可提醒我了 是 余大人 林乐仔现在还在大堂候着 您是一会儿过去审他 还是我把他先押回牢房去 这个事儿 你问周先生 周先生怎么说 你们就怎么去做 都听他的 我都听他的 你不听 周先生 余大人说让我听你的 你倒说说看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刚才余大人已经把话说明了 你们是真没听懂 还是假没听懂 周先生 我是真的没有听明白 甭卖关子了 你听懂了你说话 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这行了吧 看来你还真没听懂 知道林乐仔为什么不肯开口吗 一个字 怕死 明明两字 非说一个字 你严肃点 林乐仔为何怕死 因为他肚子里装的东西一旦说出口 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 他不敢说 谁都知道他怕死不肯说 你以为就你知道啊 雷翠廷 周先生 把林乐仔就地关押在涅斯衙门的补房里 派专人严加看管 没有余大人的首肯 任何人不得擅自和他接触 听周先生的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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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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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 你们俩把人给我看好 千万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请雷大人放心 有我俩在 原犯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余成龙把林乐仔扣留在涅斯衙门里 是 余大人审讯完之后 就没让我们俩再把人给带回来 那林乐仔 都说了些什么 不是 审讯开始前 余大人的手下 就把我们拆出去了 至于林乐仔说了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啊 是啊 电狱长 其实 你不必担心 那林乐仔怎么可能 怀疑是我们俩下的毒呢 更不可能怀疑是您 行了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下去吧 是 是 哥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啊 咱们去林乐仔牢房去押解您阿根的时候 你可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我 我说什么了 你说 咱不行就 我们俩就在这儿动手吧 那个林乐仔就跟那儿睡着呢 是啊 他不是睡着了吗 我还推了他一下你忘了 老哥 他万一要是装睡呢 他是真睡还是装睡 我们根本就不清楚 这事 你为什么不让我跟蝶鱼长说 好 这 这话能说吗 这话怎么不能说 蝶鱼长把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给我们 我们做事就不能割了肚皮 有什么就该说什么 三儿 你是不是 这话万一要是说了 你知道对咱俩有多点危险吗 这蝶鱼长以后对我们俩还放心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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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说不更威胁 如果这个林乐仔 他先招供了 那 我 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把林乐仔给干掉不就完了吗 把他干 干掉 必须干掉 把这些卷宗都给我收起来 还愣着干什么 全部收起来 是 这到处是漏洞 到处是漏洞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同海的罪证 就凭这些人出一趟海抓几条鱼 就抓就逮就判刑 府州监狱里头 满满当当地关了三十名同海犯 每一个案子都是这么操操了事 这简直就是操奸人命 你要干什么去 我要去见康亲王 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你要在这些卷宗去见康亲王 我要让康亲王看看 他们是怎么审理案子的 你一个人去吗 我一个人去 见了康亲王千万别动气 好好说话 张大人 余大人这么做事实在是不妥呀 在押案犯他不能够随随便便 就扣留在涅丝衙门里呀 重审黄塘村一案 是府台大人和治台大人都同意了的 可那个林乐仔呀 他并不是黄塘村人 他跟黄塘村的案子 一点边都挨不上 余大人啊 他不能够擅自提审 与黄塘村案子没有任何关系的 其他人犯了 那余大人 为什么要提审林乐仔 原因很简单 就因为那个林乐仔 原先通牛蛙羹啊 关在一间牢房 这不就是关系吗 一个受了伤的犯人 居然在监狱里 在你葛成员的眼皮子底下 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你还要怪余大人 冲水荒唐村案 转押林乐仔吗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赶快回去 开好你的监狱 少在这儿给我添乱 是 备时告辞 去 余成龙他想干什么 他想重审福州监狱里的通海岸 胃口不小啊 二位大人 我从湖南到浙江 一路打到了福建 我损失了多少将士 我付出了多少代价 我才把这帮叛贼逆子 赶到了厦门 二位大人 你们告诉我 那些叛贼逆子是什么人 那些关押在福州监狱里的 又是些什么人 他们是同伙 他们是违反朝廷 千海令的罪犯 余成龙他要审什么 他到底要重审什么 来啊 把千海令 让二位大人 好好再温习一遍 是 王爷 千海令要求沿海 反可停泊周船之轮岗码头 贪途之地 增兵加岗 处处设防 严格禁止 商民船只 私自入海 更不允许 将大陆产品物资 进行海上贸易 凡有违禁者 不论官民 即刑处死 凡负责执行 该禁令之文武百官 或失察或不追击者 从众治罪 凡保甲不告发者 即刑处死 凡有从海上登案者 失职之防守五官 以军法从事 蜀地都府 移送朝廷易罪 于成龙 作为掌管医省封济 励志 司法 求遇之暗插使 居然不顾朝廷之禁令 不顾天下之大举 一而再再而三 口口声声以为民请命为由 居然要重审东海岸 二位大人 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啊 王爷 我和府台大人觐见王爷 就是想跟王爷商谈此事 这事没得商谈 是 你们回去告诉于成龙 通海岸不可重审 好 还有 秋后问斩不得延误 届时还烦请二位大人 亲自到场奸斩 凡是遗物者从众治罪 严惩不待 我想本王的意思 二位大人应该明白吧 卑职一定 不如王爷使命 等等 吴大人 今天说了这么多 好像你一句都没有说呀 本王很想听听你的意思呀 王爷 于成龙之请 并非全属无中生有 也并非不念天下大局 看来 你很认同于成龙的做法了 回遍王爷 下官并非赞同于成龙 重新审理福州监狱通海案的要求 但 不许片番入海 凡违禁者格杀勿论之规定 我心中也有不同的看法 好啊 那你说来听听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王爷 凡出朝廷禁令 必须照章执行 凡违禁入海者 必须急行拘捕官押 但在审理案件时 就该有轻有重 有所区别 不能一概而论 很多渔民出海 并非为了资助叛贼逆子 也没同叛贼逆子进行过海上冒 更没有通海的动静 他们大多数人违禁 只是出于生计 出于生计 好个出于生计 吴大人 看来你跟俞成龙如出一辙呀 难道你们俩 在质疑朝廷的禁令吗 不 下官不敢 俞成龙质疑的是 在断案过程中 不分青红皂白 不根据事实依据 一概而论 同而定罪的做法 姚大人 本王想听听你的意思呀 王爷 卑职 报 王爷 福建安查室 于成龙 于大人 求见王爷 二位大人 你们看到了吗 于成龙找上门来了 王爷 于大人此刻正在军中帐外 候着呢 不见 这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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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大人 您回去吧 于大人 起来吧 下官知道 康亲王不想见我 那你还不回去啊 酌谢兵柴大人的好意 你跪在这儿给谁看呢 你一个堂堂的三明星 这种品案查室 却如此不顾体面 不具礼节 你想要干什么 我不想要干什么 我只求康亲王见我一面 他要是不见我 我就不起来 于成龙 你给我起来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你以为这是来普村 是永宁州 是你想怎么样 就能怎么样的地方吗 你赶快给我起来 秦仁 你不要管我 你走吧 于大人 听张大人的话 起来吧 周先生 你怎么来了 我就知道你一个人来 会出事的 是你把张大人叫来的 是我把他叫来的 周先生 给我起来 你 康亲王不见我 我就跪着不起来 你 成龙兄啊 你是不想要脑袋了是不是 就你这个样子 王爷能见你吗 我什么样子 你是朝廷命官 不是怨妇 这成何体统啊 下官见过二位大人 卑职于成龙 见过二位大人 张大人 你怎么也在这儿 于大人 你这是干什么 康亲王已经有话了 福建监狱的所有通海案 一律不得重审 听到了吗 是 于大人 你怎么还在那儿过去啊 没听到姚大人跟你说话吗 咱们走 是 成龙兄 都听清楚了 于大人 听张大人的劝 咱们回去吧 老爷 您睡着了 老爷 我怎么能睡着呢 我看您一直闭着眼睛 还以为您睡着了呢 我再闭目养身 我再闭目养身 进来 张大人 福州典医长 葛长天 葛长天 葛大人求见 这么晚了 他来干什么 小的不知道 让他进来吧 是 郭大人 请 是 非职 给大人请安 坐吧 谢大人 张大人 我听说 康亲王 不同意于大人 重审通海案 有这事 你的消息 很灵通吗 是是是 张大人 既然康亲王 不允许重审 那林乐仔 是不是也应该押回监狱 看管了 康亲王并没有讲 荒唐村的案子 也不许重审 张大人 这不是一码事吗 既然其他的案子 都不允许重审 那黄堂村的案子 还审什么呀 张大人 这是小的 孝敬您的一万两银子 请大人笑纳 你孝敬我的 是是是 是小的 孝敬大人您的 这不年不节的 孝敬我这么多银子干什么 张大人 黄堂村的案子不能重审 林乐仔也不能重审 为什么呀 您想啊 张大人 您原先是福建的暗查室啊 这些案子啊 都是经过您的手审理的呀 如今于大人一到任 就要重审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不明摆着 是冲着大人您来的吗 那你 什么意思呢 大人 不能让于大人 顺着杆爬呀 重审 这不是跟您过不去吗 说白了 这是在整治大人您哪 大人 您跟于大人既是同年 又是同乡 可我看于大人这来头 这个人 并不善哪 大人不可不防啊 张大人 时候不早了 您歇着 卑职告退 那我就不送了 不送不送 回来 大人还有何吩咐啊 把你的东西拿走 什么东西 来 试试试 我把你的脏东西拿走 试试试 哥 你不是说要把林乐咋干掉吗 怎么说完话没影了呀 这让我林乐咋试试 关在密斯衙门里呢 要动手 我们是不是得找准时机啊 你别再等什么时机了 夜长梦多 你懂什么呀 再等等 等我们话好了 我们再动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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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爷 老爷不在 他没去大堂吗 昨天晚上我陪着老爷查看了一宿的卷宗 后来我实在太宽就睡着了 这一睁眼一睛 老爷就不见了 周先生 周先生 出事了 怎么了 玉璃 老爷不见了 大堂里的卷宗也不见了 卷宗也不见了 对 你们快去把靳阳和翠婷过轿来 老爷肯定又去见康秦王了 周先生 你说成龙真的是去找康秦王了 他不找康秦王 卷宗怎么会没了 这余大人去见康秦王 他带着卷宗去干什么 带卷 我告诉你 搞不好要出大事 出大事 周先生 出什么大事 行了 别问了 别问了 赶紧走 赶紧走 你们俩跑那么快干什么 周先生 我干得啥吗 走啊 走啊 插着你头啊 我这不是着急吗 着急 我看你是故意 大人 您这是 我呀 在这儿摆个摊 不会碍你的事儿的 你放心吧 我就站这么巴掌搭的一点地儿 这位大人 您是 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我是福建岸茶室 我叫于成龙 岸茶室 岸大人 您这是 要干什么 我呀 就把这些东西 在这儿展示展示 不会碍事儿的 您再坚持一会儿 我倒想快 我倒想快 都走开 走开 走开 都走开 这儿不许停留 都走开 往后退 兵柴大人 对 往后退 兵柴大人 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一会儿 没事儿的 如果朕有什么事儿 康亲王会亲自来处理他 真的 我还会骗你啊 走开 上河头走开 上河头走开 好 连江县 会西村渔民 刘德海 擅自出海 捂鱼 严重违反 降海令 可逐 选翻入海的 标 来人啊 禁国舰 请按查史思衙门 王爷 谁在外边高声宣泳呢 回王爷 不支持何人 去看看 赠 罗元县 马鼻村渔民 欧望海 会同本村商民 顾大头 诶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自己说他是福建的暗闸使 福建的暗闸使 是 他说他叫俞成龙 俞成龙 以静海驱没抓获 诶 她还真是俞成龙 我跟着王爷从厦门前线回来的时候 在福庄满头见过他 秋后温斩 不过堂堂的福建暗闸使 怎么跑到王爷帐前念起卷宗来了 闻死了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还有呢 没有啊 王爷 帐外喧哗之人 乃是福建暗闸使 俞成龙俞大人 俞成龙 正是俞成龙 而且帐外已经拒结了大量围观的人 而俞成龙俞大人他 正在向这些围观的人 宣读通海案犯的卷宗 这个俞成龙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他 快走 对 让俞成龙俞快去把他拦下来 站出去 别让他再念了 快去 谁要好吗 让开 散开 散开 别念了 徐大人 刘建奥 是 你来干什么 刘建奥 你给我退下 周先生 你们来干什么 你说我来干什么 这不是雷浮头 是啊 我再说一遍 马上给我还一句 我回去你还见着着我们吗 你不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 这不是你暗常使的阳门大堂 你念给谁听 你念给康金王听 还是念给围观的百姓听 我念给丹青的人听 余大人 余大人 老夫求求你别再念了 胡天心 罪犯出海打鱼 约念了 雷测 怎么办 把余大人给我扛回去 是 雷测请 放下雷测请 赞开 雷测请 赞开 放下 赞开 快开 放下 放下 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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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小人 赞开 你怎么不念了 义成龙 你好大的胆子呀 你这是在我军中仗前要设谈哪 是不是要让本王再给你燃几株枪啊 宣华滋势 饶乱军武 你这是要干什么 围臣回禀秦王殿下 围臣并会自饶军武 好了 来人呢 在 把他给我绑了 是 请了 康晋王 万万不可啊 康晋王 万万不可啊 康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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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不可啊 康晋王 康晋王 把他给我压回去 是 这叫我吧 宇大人 了 宇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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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郑宗给我收起来 宇大人 推下 柯晋王 快点 推下 乌瓶 不行 宇大人 于大人 你不听劝 你就是不听劝哪 这下好了 这下好了 赵先生 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呢 钟先生 你好大的胆子呀你 居然敢在我仗前撒野 秦王殿下 你不要跟我讲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 等姚大人和吴大人来了 当着他们的面 你来跟我讲 我今天到时候要听听 你到时候要跟我说什么 免了 免了 今天不用那么多礼数 进来吧 于成龙 这几位大人已经到了 坐 你当着这几位大人的面 你来说说吧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在仗前 去读这些东海岸的卷宗 你屈心何在呀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今天给我一五一十地 给我说清楚 秦王殿下 我告诉你啊 这些卷宗上的事情 你不要跟我讲 我都知道了 我也知道你于成龙 在仗前读这些卷宗 不可能是单单地为了读这些卷宗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 秦王殿下 各位大人 于成龙并非无视康秦王 自康熙十五年九月带兵出征福建 以来取得的辉煌战果 更不是不顾江山设计的大局 为那些通海犯拼冤昭雪 秦王殿下 于成龙作为一名新上任的暗插士 可以什么都不问 什么都不用负责 将前任交过来的卷宗和所有暗犯 一股脑子接过来 原封不动 朱笔一挥 那些关押在大牢里的几千名人犯 他们一个个人头不就落地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